中国三千多年历史当中 商周王的历史功绩 常常被有意抹黑 实际上 他是一位雄才大略的伟大帝王 他曾经推行一系列的革新措施 包括反对神权 打破旧的风俗 打破贵族的世袭 以及提拔中下层新人 为自己的改革服务等 商周王最大的历史功绩 还在于他最终统一了 华夏的领土和思想 是中国古代建立统一政权的先驱者 商朝灭亡的主要原因 是改革的不彻底 遭到旧有贵族势力的反对 而周王朝则称商朝东征之时 乘机夺取了政权 应该说中国的奴隶制 是在商周王这里结束的 要比西方早一千多年 但是三千多年历史当中 商周王一直被戴上暴君的帽子 翻开史书 商周王暴虐荒淫的罪行 比比皆是骇人听闻 简直成了万恶不道的人间魔王 而商周王的历史功绩 则被一笔抹杀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孔子的学生子贡就曾经说过 咒之不善不如事之甚也 就是说周王再不好 也没有历史记载当中那么坏 那么为什么还会这么传他呢 他认为 是以君子恶居下流 天下之恶皆归焉 也就是说民众有这个特点 你要是好 就把你捧得高高的近乎完美 如果说你坏 就会让你坏上加坏 无恶不赦 在六十年代 郭摩洛先生就提出来 要给商周王翻案 可惜当时的史料条件有限 也没有人去响应 但是真实的历史 是不会被掩盖的 近些年 随着新的考古史料被发现 慢慢还原了一个 真实的商周王 比如1976年陕西临同出土的历鬼 记载了武王伐咒的一些重大史诗 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商朝是一个奴隶制的国家 宗教在政权当中处于主导地位 这些奴隶主在政治上 经济上对百姓进行盘剥以外 还利用巫术占卜等迷惑大众 因此这些握有神权的僧侣 也成为贵族阶层 这些僧侣认为 自己是神和人之间的代理人 是天和地的媒介 商王虽然贵为天子 但是依然是一个凡胎 上天的旨意 还需要这些神职人员来传达 但是这些僧侣贵族 经常利用宗教魔术来欺骗大众 从而达到控制商王 和世俗贵族的权利 成为国家政治的实际掌权者 商王和世俗贵族 不甘心自己的权利旁落 于是从咒王曾祖父 无以开始玩射天的游戏 用土木偶人做一个天神 然后商王就用剑射之 后来商咒王也沿袭了 先祖射天的习惯 在《史记周本记》中记载 金沙王咒乃用其妇人之言 自绝于天 可见此时 王权与神权的矛盾 已经非常尖锐了 并且咒王公开抵制祭祀活动 这些行为遭到僧侣 以及旧派势力的反对 他们大骂咒王 图决正不涓 天为将食丧 福威德心相似 登文于天 意思是 咒王毫无悔改之意 无缘无故 废弃祭祀祖先的神庙 不敬祖先 咒王反对宗教的思想 在社会上产生非常大的影响 金阴民乃嚷窃神社之牺牲 用以戎江食物灾 导致老百姓 也不再害怕上天的神了 而且还敢跑到祭祀的庙里 拿走牲畜和食物 这无疑对当时的神权 造成非常大的触动 不过也避免了 大量的奴隶死于祭祀 政治权力向来属于少数贵族的 这一状况 一直到科举的产生 才得以改善 在咒王执政时期 当政者都是一些享乐的守旧派 他们是反对改革 成为咒王改革的绊脚石 于是咒王就从底层 选拔一些青年才干 来落实他的革新路线 商朝社会实行的是世袭制 贵族可以世代为官 享受政治经济的特权 这些奴隶不但没有机会 进入权力系统 而且世世代代都只能是奴隶 咒王打破了这种用人制度 轻轻施施非度 士卿大夫任命 都没有按照旧有制度去执行 从而削弱了这些旧有贵族的权力 商周王破格提拔这些奴隶出身之人 让这些奴隶担任各级的官吏 甚至那些贵族家庭里逃跑的奴隶 也得到重用 乃为四方多罪不逃 是宠是常是信是使 是意为大夫轻逝 唯修行暴德之人同于绝邦 乃为数习义德之人同于绝症 其中就包括著名的 有费忠非联 还有他的儿子鄂莱等人 这些人感恩于咒王的重用 坚决执行咒王的革新路线 于是国库的收入逐年增加 咒用费忠为证 费忠善于耗力 但是也遭到旧贵族反扑 他们污蔑这些臣力 只懂得拍马屁 而且中饱私囊 咒又用恶来 恶来善悔禅 我们也看到这些奴隶所做出的贡献 比如非联 他受到咒王重用 远征东夷立下了无数战功 当周灭伤之后 他继续率领军队对抗周五王 最后死在战场上 在奴隶社会 女性是备受歧视的 但是周王却是为父严实用 他的妃子达吉 不但是一个有才干的女性 而且还非常有政治头脑 经常辅助周王 处理一些国家大事 深得周王的信任 达吉曾经向周王建议重刑法 而且打破 行不上师大夫的传统 提出伐青朱博 威布利尔 要对反抗的奴隶主 示意重刑 因此 处决囚禁一大批旧贵族 达吉还革新了 旧有的礼乐制度 让著名的乐师娟到民间 吸取民间的艺术精华 对旧的汤月 进行大胆的革新 并且融入了舞蹈等元素 使诗娟做新银之声 北里之舞 秘密之乐 正因为如此 达吉才成了旧贵族的眼中钉 从而制造出狐狸精的谣言 公元前十一世纪 商朝将国都迁到今天的河南安阳 并在安阳统治历史273年 到了周王时期 打倒商朝的顶峰 相对于其他的部落和士族 商王朝的经济与文化 要远远领先于他们 这也为商王朝的统一大业奠定了基础 当时商朝的西北方 有鬼方 州 吉方 土方和枪方 东南面 有强大的东夷 以及其他部落 这些部落的统治者 不断派军队 骚扰商朝的边界地区 进行抢劫活动 土方争与我东 鼻仔二翼 苦方一目 我西鼻田 商朝对这些部落 进行有效的反击 同时也抢掠了大量的俘虏 作为奴隶 随着战争范围加大 战争的规模也越来越大 到了武丁时期 商朝已经征服了 众多周围的部族 迫使他们服从余商 商朝的疆域 东底山东沿海 南达今天湖南 安徽 北底今天河北 西达金 陕干 卧野千里 同时也促进这些部族 脱离士族社会 进入高阶的奴隶社会 同时战争也带来了 种种的灾难 周王经常率军 南征北战 开疆拓土 镇压各族的叛乱 周王后期 在东南长江流域的东夷 逐渐强盛起来 势力一直扩展到 山西和淮河流域 当周王对付太行山 离人叛乱时候 这些东夷就趁机 骚扰商朝的边界 面对这种情况 周王率军南下 对东夷开展了 大规模的战争 用一年多的时间 打败东夷 商王朝 不但扩展了自己的领土 还让黄河和 长江流域的各民族 实现了融合 形成了早期的华夏民族 虽然从周到秦朝 整个疆域是四分五裂的 但是在这一千多年时间里 大家有着共同的语言 共同的文字 甚至是共同的习惯 这才让孔子周游列国的时候 不会有太大的阻碍 这不得不说是商朝的历史功绩 很多历史记载 把商朝的灭亡 归咎于周王的暴虐成性 荒淫无度 这其实是有识功允的 商朝的灭亡 主要原因 还是旧有贵族的反扑 以及周王朝的强大 商周王的改革 是为了巩固王朝的统治 但是改革的过程中 却触动了原有奴隶贵族的利益 虽然商周王重用部分奴隶 但是大部分奴隶的身份 依然没有改变 所以不可能获得多数人的支持 同时 周王为了应付不断的战争 对百姓进行横征暴敛 后赴税以时露台之前 而赢巨桥之诉 而且当时商朝整个统治阶层 也逐渐腐化堕落 比如在富豪墓中 就发现了大量的酒气 作为一个女性 居然都这么喜欢喝酒 可见当时酒文化有多么盛行 周朝建立之后 就发布《酒告》 严令禁止贵族喝酒 如果喝酒 就会遭到重罚 而且统治阶层 对奴隶平民的压榨 也越来越残酷 阴网不小大 豪草切尖咎 清世诗诗非度 反有孤罪 这些奴隶用逃亡 来对抗奴隶主 很多平民也加入了 反抗商朝的队伍当中 随着阶级矛盾的日益尖锐 反叛势力日益扩大 其中就包括 咒王的哥哥威兹启 他率领一批失事的贵族 以及僧侣 竭力反对改革 他们企图 推翻咒王的统治 咒王用武力 平息了这些人的叛乱 除此的反动派 包括咒王的叔叔比干 还囚禁了咒王的叔叔姬子 杀王子比干 求姬子 但是让威兹起逃到了周朝 威兹起把商朝东征夷人 国内空虚的情报 呈给了周武王 于是周武王率军进攻商朝昭歌 在牧野之战当中 击败了商周王 在商朝末期 周武王朝已经非常强大 三分天下有其二 周文王和周武王 是非常有才干的政治家 他们吸收商朝的先进文化 重视农业生产 而且亲俭节约 周文王经常穿 普通人的衣服 亲自耕地 文王杀福 济康宫田 在周文王死后 周朝把附近的雍 鼠 枪 威 卢 蓬 朴等方国和部落 都笼络到自己的周围 形成了一支强大的军事同盟 而且在防备周朝的进攻上 商朝准备的也不够充分 周朝军队度过梦惊之时 商朝才组织大批的奴隶 来守卫都城 但是这些奴隶 都是临时争调而来 而周朝的军队 大多是西北 能骑善射的枪组人 整个战争打得非常惨烈 最后战场上所留的鲜血 把冲锄都给服了起来 血流飘除 最后商朝中阴寡不敌众 全军覆灭 周王不甘于投降 自焚而亡 商周王和秦始皇一样 都怀有统一中国的雄徒大略 但是商周王没有很好 处理好内部的矛盾 由于连年战争 导致国内矛盾激化 让商周王没有能够实现 统一大业的使命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 谢谢